昨天回路最好的我们 看到谭松韵的气氛 我还是想哇塞一下 她真的是十年不变 眼高中生毫无违和感 前两天 看到校服造型出圈的赵丽颖 以下把我拉回到了高中时候 我承认 我没了 这两人都是出了名的娃娃脸 轮廓和五官结构也有相似之处 娃娃脸又叫童年脸 跟我们所说的耐老脸完全相反 也是抗老脸的一种 很多人认为娃娃脸就是圆脸 不过 那不是所有的圆脸都是幼泰感十足 不信你看郭老师 大脸可以分为五官优胎或轮廓优胎 这两种 像刘浩腾 担忧 传送韵 这三个人就属于五官优胎感十足的童年脸 他们的五官都有眼睛大而圆 眼距略环 山根低 鼻头圆的特征 那相反的王冰冰 赵丽颖 林依晨 则是轮廓优胎感十足的童年脸 主要特征是 短脸 婴儿肥 额头饱满 上庭占比 大与下庭占比 五官轮廓众心偏低 比如赵丽颖 早期脸肉嘟嘟的 婴儿肥明显 正在减脂中肌之后啊 下股腺明显 随着面部脂肪的减少 气质更加的淡雅清伦 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娃娃脸有多香 用一句话就可以走劫 没人可以永远十八 但娃娃脸可以 娃娃脸你需要走